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给大家分享的是五位百岁老人共同分享健康长寿的秘诀,简单到人人可复制。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人的寿命也延长了,活到八九十岁都比较普遍,一百多岁也不稀奇,活得健康活得长久是每个人都有追求的幸福。 今天为大家总结了五位百岁以上老人的食谱和生活习惯,发现一个共同点,生活有规律。 虽然这并不能完全代表长寿健康指导,但也有一定借鉴意义。 张春台,108岁,吃八分饱,白菜豆腐不可少。 每天清晨在青年公园里,晨练的人们时常会看到一位轻瘦的老人在慢慢地跑步,大家忍不住讨论。 这老爷子该七八十岁了吧,然后就会有知情者站出来纠正,哪儿啊,他都一百零八岁了。 这位老人就是张春台,相对于他的年龄,他的外貌相当具有欺骗性。 头发是黑的,胡子也是黑的,脸颊上只有两点小小的老年斑,并且只有开心笑的时候,额头上才会堆积起明显的皱纹。 这样一张脸,任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一位世纪老人,而且居然还能天天早起跑步。 老人的长寿秘诀就是白菜,豆腐,其实除了白菜,老人也十分爱吃素菜。 但就这个白菜始终吃不够,而且吃得有讲究,叫吃有定量。 这个量就是每顿饭只吃个八分饱,油腻的少吃,从不贪嘴。 那么,白菜豆腐就真的能让人长寿吗? 老人一听就连忙摇头,不是光吃白菜豆腐就能长寿,这白菜豆腐算是我长寿的一个秘诀。 更重要的是规律的生活。 比如老人的起居,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,晚上九点准时睡觉,还坚持天天锻炼。 要知道,像老人这样一百零八岁以上还能万跑的可不多了。 人一老啊,这个腿就会先不听实话,所以锻炼腿很重要。 韩玉珍,一百零四岁,荤素搭配,不吃凉冷食品。 韩玉珍是河南省唐河县的百岁老人。 他十九岁结婚,婚后生育了两儿一女。 韩玉珍一家算是村里知名的长寿一家,子女也都基本超过了八十岁。 这一家人的长寿就归功于韩玉珍对于一日三餐的安排。 三餐中荤素搭配,保证每天的营养要求。 随着年岁的增长,韩玉珍老人在饮食方面虽然比不上青壮年时吃得多, 每天的早餐固定吃一碗金米,餐几个红枣,煮成的稀饭。 三餐中面食和米饭交替作为主食,食令蔬菜水果作为副食。 韩玉珍还喜欢吃荤腥,平时可以吃小半碗粉蒸肉, 讲究有婚有素,这在她这个年龄实在难得。 韩玉珍老人尤其喜欢摄取热食,从来不吃凉冷食品,不喝凉茶。 这些饮食习惯也为她的长命百岁打下了基础。 其中不难看到中医理论中的养生之道。 韩玉珍老人还介绍了她的起居规律, 每天晚上七点钟就寝,四日早上七点钟起床, 中午睡会儿午觉,无论寒暑都是如此。 起居和饮食规律的养成,让老人的生活十分有序。 韩玉珍老人长期独居,到了晚年, 生活上虽然不能完全自理,却也没有大病。 老人说,这一生到了晚年,还能无忧无虑, 从从容容,实在是人生之福。 蔡启明一百岁,一天要喝三顿果酒。 蔡启明是位一百岁的老寿星, 她曾经当过药剂师, 自己琢磨研究了一整套的保健食品, 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酒。 老人年轻时就爱喝酒, 曾经为了应酬跟别人拼酒, 而未出血住院好几天, 险些威胁生命。 自此以后,蔡老就长了记性, 绝对不过两年酒, 并且悉心研制各种保健酒。 比如现在自己爱喝的水果酒, 还有药酒, 蔡老每天都会喝, 并且一天还要喝三顿。 只不过总量被严格控制在二两左右。 老人自己的藏酒可以说是琳琅满目, 葡萄酒, 柠檬酒, 桂圆酒, 大补酒。 当老人介绍起自己的制作秘方时, 竟然也毫不吝啬。 原来这些酒都是老人用高粱酒或者老白干, 加上十粒的水果, 枸杞, 红枣等泡制而成的。 大多数都是自己研制的各种配方。 蔡奇明老人呢, 做西很有规律, 每天至少要睡12个小时。 老人每天晚上5点半吃晚餐, 6点一过就上床睡觉, 一直到次日早晨7点起床。 老人很爱睡懒觉, 几十年的习惯让老人睡得多, 身体也硬朗。 古语说的开药方实帖, 不如睡方一帖, 就是这个道理。 老人虽然岁数大了, 但是十分喜欢看电视、电影, 还经常带着老花镜读报纸, 看医药书籍。 新闻中一旦有什么大事情, 老人就挨个叮嘱自己的孩子们, 注意这个, 注意那个。 年岁大了的蔡老, 算账却不糊涂, 每月的退休工资坚持自己保管, 别人问他有多少存款, 老人都能即可说出来。 其实, 对于一个老人来说, 平时的花销也不大, 但是算账能保持老人的心脑年轻, 家里人从来不反对老人自己管自己的账。 范香秀, 107岁, 爱吃雷茶, 睡茶叶诊。 范香秀出生在湖南省桃江县高桥江的一个丝绸, 女生的家庭。 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, 范香秀一家人定兴旺, 五代同堂, 人口繁多。 80岁以上的7人, 60岁以上的15人。 范香秀年过半百, 不但背不驼, 眼不花, 耳不聋, 胃口还相当好。 据他老人家说, 他每餐能吃二两米饭。 平日里, 范老爱看电视, 听收音机, 还能看小人书和画报。 他带上老花镜, 还能做针线活。 如果天气好, 住着拐杖, 还能步行一公里多的路。 有许多记者和学者前来采访范香秀, 探究他的健康长寿奥秘。 根据范香秀自己以及家人的介绍, 除了讲究卫生和起居定时之外, 范老的最大特点就是跟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范香秀很爱吃雷茶, 桃花江派的人吃雷茶且历史悠久。 相传, 三国时刘备与曹操在此交战, 酒汉、酷暑、瘟疫流行。 刘备军队吃过当地人做的雷茶后, 治好了义病, 并打了肾仗。 范香秀自己会做雷茶, 做法就是将芝麻、 花生、 茶叶、 绿豆放进雷波内, 然后用木棒挤压, 速度由慢而快, 一圈圈雷起来, 最后变成糊状。 湖南桃江县也是我国长寿地区之一, 这里人都爱吃雷茶, 这里人健康长寿主要是于环境和小气候有关, 与食用雷茶也有关系。 另外, 范香秀的枕头也是特制的, 以茶叶作为填充物, 范香秀的枕头吸内装的是茶叶和骨壳, 范老每天都要枕着这样的枕头才能入睡。 周振青, 102岁, 饮食清淡重保养。 周振青是四川的一名百岁老人, 常年吃素, 饮食清淡的老人注重保养, 50多年几乎都没去过医院。 就算是一般人要持续一周的感冒, 老人也只是一两天就自然痊愈了。 老人和自己70多岁的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, 当被问及老人的长收秘诀时, 老人竟然自己分调总结了起来。 原来老人每天都会按时吃三餐, 早晨8点的早餐, 中午12点的午餐, 还有下午4点左右的家餐。 在这三餐中, 一直都没有油腻的食物, 基本上都是鸡蛋, 牛奶, 蜂蜜, 还有各种蔬菜, 鲜果。 在老人看来, 没有油腻的一日三餐造就了老人的长寿和身体健康。 老人还喜欢把玩山核套来自己手上相应的穴位, 长时间刺激神经末梢, 使得老人手更加灵活。 但是老人的腿脚不是很方便, 大多数时间只能待在家里。 老人爱拉家常, 无论是孙子辈还是儿子辈的, 只要是来看望老人, 陪老人说话, 老人都很知足。 这里虽然劝养生者少吃油腻, 但是不能不吃油腻。 脂肪作为人体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, 不仅是生命体的主要功能者, 还是细胞框架的支持者。 脂肪的正常含量会保护我们的内脏, 维持我们的体温, 减少器官的摩擦, 进而防止器官衰老。 同时还有助于我们吸收必要的养分。 所以正常摄入适量的脂肪 不仅不会伤害身体, 相应的还会带给你更好的精神状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